好,我们都知道台东现在这次风灾之后 除了有燕色湖的危机之外 整个台东市到泰马里的海岸 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城群漂流木 台风过后已经有一个多礼拜了 这样的情况究竟有没有改善呢 我们立刻透过电话连线给公事资深记者 坑基源还有第一手的观察分享 虽然卫生单位已经设置了零食医护站 协助居民以及救灾的阿兵哥进行医疗服务 但是当地居民最希望的 还是家园能有干净的一天 记者屏东综合报道